为什么大家都愿意为了50万美金拼命呢 在人际罕至的荒野 癌恶受动 与狼野猪之类凶猛的走兽共居 甚至每晚都能听到近处有狼嚎 习惯了现代文明生活的人 到这些地方体验求生的艰险 真的不会恐惧胆寒吗 答案毋庸置疑 但这些人依然要去 因为有利可托 只是搬砖 不知道多久才能赚到50万美金呢 答案可能是5年 10年或者20年 抛开这个问题来看 日行逼近1万美金的工作 谁不想拥有呢 这些人冲着这笔巨款而来 这是他们第二次争夺冠军宝座的机会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原本他们认为自己输过一次 在重新学习和精进记忆后 这一次一定能发挥出更好的成绩 而现实不够浪漫 他们这次的成绩 甚至不够上次比赛的领头 并不是他们不够努力 而是荒野的艰险 远超人们的想象 比赛进行到第11天 就有3位选手被淘汰了 其中两位都是大佬级别的选手 由于发生了突发状况 不得不离场 他们再一次证明 有时第一次没踩坑 不等于你完全有解题的思路和能力 有可能只是当时运气比较好 因为没运来的时候 真的喝凉水都塞牙 更别提 在本就容易发生意外的荒野环境了 布鲁克是所有选手中 最担得起机舰狂魔称号的人 他给自己的帐篷 挖了一条用来通风的地道 还用树皮做了一条通向外面的管道 这样生火的时候 就能保证排烟通畅 他还特意在房底上安装了烟囱 上一次挑战的时候 他的壁炉湿火差点烧掉了房子 所以这次他留了个心眼 把房子的机舰做得相当完善 他还出门找到带有叶子的小树叉 用来把烟囱顶部引出来 这样烟就不会聚集在屋子里 更方便安全了 希望这次不会再突发意外了 刚做好烟囱没一会儿 外面的天就沉下来 黑云一个劲的往头顶压过来 没两分钟天就全黑了 雨点砸在帐篷上 发出蓬蓬蓬的响声 似乎还带有冰棒 暴躁老哥拉里 躺在被窝里听雨声 心里慌得不行 要是在家听到暴风雨的声音 他高兴还来不及 但到了这里 没有钢筋混凝土 只有一层薄薄的防水布 他生怕帐篷塌下来 更怕周围背水进尸 如果靴子睡袋湿了 基本就等于完蛋了 外面狂风大作 暴雨侵捧 而且还伴有雷电 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选手们都被吓得不轻 这种天气 要是持续好几天 大家可能都会被饿死在帐篷里 雷声越来越大 闪电也越来越亮 布鲁克清楚地听到 外面有树倒下的声音 可能是被雷劈中了 也可能只是被吹倒了 但什么过程都不重要了 因为帐篷可能就是第二棵树 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此时房子如果被吹翻 可能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 连墙都没有的大夫 第二天一早就起来了 就安排上了补墙计划 昨晚的雷电 把他吓得惊醒 如果再来一次更严重的天气 这个小帐篷 肯定支撑不住 大夫刚出门 就看到了一棵摇摇欲坠的树 他很奇怪 自己检查环境的时候 竟然忽略了这棵树 这棵树离自己营地很近 如果在昨晚的暴风雨中 他没有停住 就势必会砸到营地 那个时候 自己肯定非死其伤 他很感谢这棵树没有倒下 但现在为了清除威胁 自己不得不对他下手了 暴风雨将树吹得摇摇欲坠 正好离得这么近 搬运都省了时间 果然选个好点的出生地 再来点运气加成 生活都不会太差 更何况大夫还特别爱笑 可能是想到自己之前 因为有吃的而舍不得吃 而被退散 所以这一季特别放得开吧 兰迪掐着一算 感觉今天是个不错的搬家日子 便立马收拾起行李 搬去了新家 还好他早早做好了 要搭木屋的觉悟 否则 昨晚这个天气再来一次 可能自己的小房子就没有了 小房子除了房顶外 都做得很豪华 他用苔藓和枝叶填补了 树干之间的缝隙 只保留了少部分 用来通风的口子 由这个扎实可靠的木屋 过冬就只需要解决食物的问题了 另一边 布里特还在和蝉蜀赛跑 他一路追赶 才抓到这个外表 有橙色小血管的小家伙 布里特不确定 这种生物有没有毒 但他饿坏了 迫不及待的想把它吃掉 其实这是一种亚洲蝉蜀 食用有毒 布里特看着他研究了半天 由于实在拿不准主意 只好放掉它 毕竟小心时的万年船 没必要为了一只小蝉蜀做冒险 他还有更好的选择 比如悠闲的在河面上游泳的野牙 通过几天的观察 布里特发现 这些鸭子都会在每天的同一时间 游过一个弯道来到这一个同一个地方 所以他准备在弯道这里 守株带牙 因为剑的数量不多 再加上对自己射剑能力不自信 他把降落伞绳拆下来 接二连三被绑在一起 做了一根相当长的绳子 一头绑在剑上 另一头绑在自己脚上 这样无限循环剑就做成了 刚觉得这样做万无一事 而沾沾自喜时 布里特就被现实打败了 身后的河里 突然出现了一只漂流的小鹿 看那就是今天的外卖 布里特兴奋的赶天谢地 然后举起了弓箭 一发两发 但都没有命中 最近的一剑 与鹿擦背而过 小鹿伤害后 坐在原地看他表演 但等到鹿都不耐烦走了 布里特依然没有命中 这就是真实的没有准心的射手 没错了 更何况 他在剑上加了一根线 势必会影响到射箭的准头 布里特生气又懊恼的回到营地 眼看着外卖就在眼前 自己却没有把握住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鬼撞墙了一样 但他没有气馁和灰心 或许还有下一次呢 这样想着 他的小脑瓜灵机一动 想出了另一个法子 既然这里有很多的小动物 那么只要自己愿意去做陷阱 总能抓到一两个 再把他们的内脏做成鱼儿 这样就能钓到鱼了 而且自己喜欢六弯 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找机会 只要能找到一可持续的食物 得到冠军 就仿佛囊中取物 虽然计划听上去很理想化 不过天上的鸟儿都给了两声恢复 相信结果应该不会太差 暴躁老哥拉里被饿得不行 这下又有灵感边去写歌了 他听着肚子咕噜咕噜的叫声 想到蒙古和温哥华岛的区别 再想到自己在这两个地方的待遇 不得不发出感叹 这里似乎还不如温哥华岛呢 他每天都会来钓鱼 但仅限于钓鱼这件事 而不是钓盗鱼 他站在河岸边 回想起了逝去的青春 讲起了自己和老婆的轻松岁月 正讲着有鱼上钩了 估计是个爱听八卦的家伙 正好被食物诱惑抓了现行 拉里兴奋的在镜头面前手舞足蹈 浑身都体现着肢体不协调这几个字 他痛快的给了鱼致命一击 然后亲了他一口 好兄弟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拉里原本今天心情不太好 但有了这条鱼的安抚 他觉得自己又行了 说自己现在的状态 是个18岁的小伙子都行 要说拉里18岁 兰迪第一个不服 此刻他正穿着一条短裤 在别墅门口蹦跋 这身材和体质 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 不过兰迪浑身都脏兮兮的 如果不是短裤看着比较兮 可能大家都会以为 他是个讨饭的乞丐 其实这正是他喜欢的状态 把自己收拾干净 反而不习惯 而且他此时脏也是有理由的 他攒了很多石头 准备把烟囱整修一下 为了封住壁炉 把石头固定好 他一直在河中挖黏土 把黏土塞进木头的缝隙中 就能达到水泥的效果 壁炉也做得很完美 如果能找到长期使用的蛋白质 完全能在这里过上神仙的生活 但现在他的锅里 没有美味的肉和脂肪 只有海绒球 沙草和一些车前草之类的素材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安排上一顿烤肉 否则都对不起自己这么气派的房子 布里特虽然没什么野外生存的经验 但他也很懂情趣 还特意给自己生活夹点坠 比如在自己头上扎两朵漂亮的小花花 自娱自乐也好 没事找事也罢 在野外身体健康是奇异 心态和意志健康也要同时保持 他在房子周围转悠 正想着带花的事 一回头就看到了一只可爱的花栗鼠 他想 这么可爱软萌的小东西 上了桌一定会很好吃吧 他举起石头瞄准了它 很遗憾 苗边大师布里特并没有砸中 原本布里特以为 自己和花栗鼠的缘分就到这结束了 没想到他又回来了 于是他举起一块体积更大的木头 向花栗鼠砸了过去 很遗憾 仍然没有砸中 恨铁不成钢的花栗鼠 如果组成一个小组 相信他们能够在第四季 成为不错的拍档 不过他们现在作为对手高下立线 戴夫瞄准树上的松鼠 利落地给了一剑 松鼠直接中剑倒地 掉在地下的时候 他还活着 不得已他只能再用刀解决 其实他很不喜欢这种不人道的手法 还希望打猎能一招致命 否则在情敌上很难办 不过只要克服了心理障碍 就能开支了 他做了一顿不错的烤肉 接下来又可以两顿不吃饭了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去猎点大型动物才行 这边 杰西就很想出手 宰了那只求偶的麋鹿 他大半夜不睡觉 一直发出求偶的哀号 从半夜到清晨 稀里的叫声 听得杰西很想报警 被麋鹿折磨 熬了个通宵之后 杰西来到了河边钓鱼 他走到河中钓起来一条小鱼 刚把他拉到岸边 鱼就挣脱溜走了 他在河里摸了一会儿 懊恼地骂了一句 就回营地去了 他知道卡路里蛋白质的重要性 但被鱼儿搞心态后 他不确定 自己是否还能支撑起来 一切都听天由命 谁叫这就是荒野求生游戏呢 好了 今天的50万美金挑战赛 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要知道奖金花落谁家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在下一期继续为你揭秘